2002年初,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蔡天熙受聘为哈佛大学副教授 25岁的她也成为了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 在成为该校教授后,蔡天熙直接选择加入了美国国籍 并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国 深挖她的历史我们发现,她出生于博士世家 父亲蔡孝婉是中国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 蔡孝婉六个子女中有五位博士,一位硕士 其中蔡天熙14岁就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那么她为何会出走美国一去不归呢? 本期最龙无忌,就在大家走进神统蔡天熙的成长史 1977年6月,蔡天熙出生于浙江温州 家中排行老六,也是父亲蔡孝婉最得意的女儿 这里我们不得不深入了解一下蔡孝婉 蔡孝婉是一个极度重视教育的人 从她个人的经历也能看出 当年她因为父亲的缘故成分不太好 本来要上高中的她被学校除名了 之后她自学一年,将高中的所有课程全部修完 并在第二年参加了高考 但因为成分的原因,她还是没能进入大学学习 之后她便进入小学当起了一名教师 在学校里表现优秀 之后在学校的推荐下 蔡孝婉终于凭借三门科目满分成绩 被杭州大学物理系录取 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但时之两年后父亲的离世 又让蔡孝婉不得已退学了 回家后的蔡孝婉专注于养家糊口 伴随着十年动荡期的来临 蔡孝婉放弃了回到校园的想法 得知妻子怀孕后 她更是打算将所有心血都放在孩子身上 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才 刚回到老家的蔡孝婉选择气纹从医 捡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做起了一名乡村医生 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之间 蔡孝婉和妻子共生五子一女 蔡孝婉通过努力学习 自己的医术渐渐有了名气 收入颇丰 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她能够让六个子女不顾及吃穿 从而好好学习 就这样 这六个子女后来有五位博士 一位硕士 蔡孝婉因此被称为人才魔术师 蔡天熙出生时 蔡孝婉已经有了成熟的家庭教育的方法 不到三岁时 蔡孝婉就给女儿灌输一些数学知识 包括教女儿数数 给女儿做一些数学玩具 当女儿学会说话后 她又开始提前教女儿数学运算 她的家里张贴了许多 诸如爱因斯坦 牛顿 爱迪生 哥白尼 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照片 为的就是让孩子从小以他们为榜样 立下自己的伟大知晓 而小女儿蔡天熙四岁的时候就说 长大后要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他们父亲 当居里夫人要到哪个大学读书 父亲耐心地告诉居里夫人读的大学 但是又告诉她 更好的大学是什么 她一直以此为目标 当父亲将她送到幼儿园的时候 第二天 踩上了一天幼儿园的蔡天熙 说啥也不去了 父亲问起原因 蔡天熙说 幼儿园十分无趣 今晚些小屁孩的游戏 第二天 父母就把蔡天熙送去 瑞安实验小学上小学了 她也成了当时瑞安本地 年纪最小的小学生 在蔡小婉的教育理念里 她鼓励孩子提早上学 并且希望孩子能在小学的时候 不断跳级 读小学期间 蔡小婉专注于 培养孩子的性格和良好的习惯 蔡小婉说 早期的习惯培养 对孩子未来的成长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没有良好习惯的人 往往禁不住魔鬼的诱惑 和恶受的恐吓 结果半途而废 一事无成 而蔡小婉的家庭氛围就更不一样了 每天蔡天熙回到家里 一家人吃饭之后 都围坐在一起 蔡天熙的哥哥们和父母 都拿起书本开始读书 这样的氛围下 蔡天熙也自觉地读书了 当然这样的家庭氛围 也是蔡小婉夫妻多年养成的 在蔡天熙五年级的时候 她就拿到了全市小学生数学竞赛的一等奖 而在小学毕业之后 她也直接跳到了初中二年级开始读书 在蔡天熙11岁那年 她更是读完了初中 1978年 蔡天熙进入苏州中学科少年班就读高中 为了照顾孩子 蔡小婉一家只好搬到了苏州 在苏州中学 蔡天熙稳扎稳打 经过三年的学习后 1991年 蔡天熙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最终当成绩下来的时候 蔡天熙成功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在当年 中科大少年班的火爆程度 依然要比清华北大要强 所以天才神童们 一般都致力于考入这所大学 此前 蔡天熙的二哥蔡天斌 同样也是14岁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后 蔡天熙的同学们 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天才 在这些优秀人才当中 蔡天熙的能力 也是毫不逊色于其他人的 当进入到中国科技大学之后 她也并没有因为较为轻松的学业 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后来 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 蔡天熙也用实力证明了 她在学习方面上的天赋 由于蔡天熙的成绩十分出色 因此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 她就被一些老师教授们重视起来 并希望她以后能够远赴美国深造 毕竟当时中科大有工派留学的名额 1995年 18岁的蔡天熙从中科大毕业 因在校成绩非常优秀 直接收到普林斯顿 麻省理工学院 等十多所美国名校的offer 最后蔡天熙选择了攻读麻省理工学院 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更是说出了令人吃惊的一句话 因为在这里我才有对手 1996年 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学习不到一年的蔡天熙 突然选择离开麻省理工 之后她便进入了哈佛大学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也许是自己无法适应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吧 早早的离开或许是正确的选择 当然像人家这么优秀的学生 离开了麻省理工还有哈佛大学科医区 进入哈佛大学的蔡天熙非常努力 1997年 20岁的蔡天熙获得了哈佛大学优秀博士称号 以及哈佛校内最高的全额奖学金 在这里 她专心于科研 最终在统计学研究上 取得了特殊性的进展 并获得了极高的成就 因此 还在读博士的她 被授予罗伯特·李德奖 而在蔡天熙22岁时 她更是拿到了 国际生物统计学协会的半参数随机奖 从这些的荣誉中就能感受到 蔡天熙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1999年6月 22岁的蔡天熙终于从哈佛大学毕业 并顺利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此年 她受邀到华盛顿大学生物研究所 担任研究员兼教授 这个时候她才23岁 2002年初 蔡天熙被母校哈佛大学聘为副教授 年近25岁的蔡天熙也成为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 三年后 蔡天熙就开始带博士生了 28岁的年纪让蔡天熙在工作中难免有很多尴尬的事情 因为她的很多学生年龄都要比她大 但是尽管这样 在学术界 知识永远超越年龄 她就是这些人的导师 在哈佛大学事业顺风顺水的蔡天熙也没有了回国的打算 她索性加入了美国国籍 2012年 35岁的蔡天熙终于升任为哈佛大学正教授 在哈佛大学建校以来 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就成为哈佛正教授的人也是并不常见的 而蔡天熙通过不断地努力 也向全世界范围内证明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多年来 蔡天熙发表学术论文超过了30篇 受邀到世界各地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做论文演讲和学术讲座30多次 她也早已成为了生物统计学上的顶先科学家 虽然这样的科学家没有会到中国报效祖国 但是蔡天熙还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 还在国内设立了讲学助学基金 为我国一心向学但家庭贫困的学子提供资金 提供学习知识的机会 父亲蔡小婉更是设立了蔡小婉神奇家教育法 向社会传授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 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长大 远赴他乡深造 父亲蔡小婉时刻与子女们建立了联系 多年来 她与孩子们的通信多达一千多封 即使有了手机和电脑 她还是选择写信的方式 蔡小婉认为 写信起到了联络感情与亲子交流的作用 在孩子取得巨大成就之后 她向孩子们说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在孩子们遭遇挫折 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好 不要以为被失败束缚 蔡天熙曾说 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都离不开父亲的教育 父亲从小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施行教育 为我们提供了学习资源 并且父亲不工作时 还是带着我们读书看报 讨论学习 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才有今天的我们 十分感谢父亲 如今的蔡小婉更是成为了 全国知名的家庭教育专家 当然 她的教育理念显然是成功的 但这样的父亲在现实中又能有几个呢 才能有几个呢 二十分之后 感谢观看